小姐 哈囉 小姐 請下 妙齡女子最早在車內不省人事 讓司機員警好頭痛 決定先把她攢扶到派出所休息 小姐 我們到你下來喔 欸 有手機 壓在 啊 指紋 對啊 指紋 指紋 應該是大拇指嗎 應該是大拇指 母老虎應該是他媽吧 應該是他媽吧 母老虎 打打打看 打打看 過程中意外發現女子手機通訊路上 有母老虎的童話記錄 人警猜測應該是母親 忍住笑意撥打過去 喂 小姐你好 不好意思 我這邊新莊派出所 那個你的女兒是叫 欸 那個因為她現在喝醉酒啦 她原本要回去她應該是租屋處 可是因為她醉到不行人事 是人家帶來派出所 你沒有方便過來帶她回去啊 是喔 對啊 坐Uber啦 好好的 原來高雄這名女子 17號在KTV和朋友飲酒歡唱後 搭乘Uber要返回住處 但到了目的地 司機發現女子早已醉倒在後座 不省人事 司機當下不知所措 就要將她再往派出所求助 原警查看手機內 發現有一名通訊人 綽號是母老虎 直覺上映 認為應該是其母親 那經原警聯絡之後 那確認為母親 受身穿藍衣的父親 趕到派出所 直接女子躺在椅子上 虎虎大睡 原警還好心幫她加條被子 不過回家後 母老虎恐怕真的要打發雷霆了 接著高雄綜合報導